大家好,欢迎来到我的花园 继德国的大暴雨之后呢 今天终于是放晴了 但是呢,可怜我的花都已经被下烂掉了 今天主要的工作呢 就是把这些烂在枝头的发霉的部分剪掉 然后尽可能多的保留这些花苞 然后包括下面枯黄的叶子也会清理掉 那么这个地背植物呢 我也会尽量的打薄一点 增加它的土壤的透气性 那接下来呢,大家会看到这个修剪前和修剪后的一个对比图 那修剪的工作呢,其实也并不是很复杂 大家可以用剪刀或者是用指甲 直接把这个枯掉的部分的筋杆直接掐断就可以了 竹葵的缺点呢,就是它的自解性并不是很好 所以呢,要经常的打理 增加土壤和叶片之间的透气性 防止它的发霉 好,感谢大家今天的收看,再见